我們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個最簡單的 因為這個連軟體都不用安裝 但是它這個叫AppowerSol AppowerSol它是一個線上的 但是呢各位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其實有做一個很小的一個應用程式安裝 但是呢已經先幫各位裝好了 所以待會呢你直接進這個網站有沒有 在這裡有中文所以你不用怕 那老實說現在也很少看到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軟體的價格是三位數的 軟體價格三位數你就知道千元有少 現在這種軟體的比較少 他們家的這種還不少 那你按一下開始錄示有沒有 這裡有個開始錄示 平常的話各位第一次按 它會要求你下載一個叫做啟動器 只是我們這邊已經裝好了 所以你不會有看到那個畫面 在這邊我給你看一下 我的部落格這裡有特別提到 在這裡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 有沒有有一個叫下載啟動器 那你安裝完了之後呢 這樣安裝完了 它就可以開始錄製了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這裡還要下載嗎 應該不用 不過已經有請他裝了 如果這樣的話各位就是這個就不能用了 因為你們沒有權限可以安裝 我看一下我確認一下 好像可以喔 有沒有安裝完畢了 好 不會有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按一下開始錄示 是不是就可以啟用 你就按一下 那這個呢 雖然是線上螢幕錄影 各位不用擔心 錄下來是在你自己電腦 只是你要啟動這個程式 必須在怎麼樣 就是有連線的狀態下 它才有辦法啟動 好那錄完影啊 這些都是放在各位自己的電腦裡面 那如果正常好了 它這個地方有沒有 跑出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試看看 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來選 你要錄的時候 你的這個 要錄麥克風 還是連系統的聲音都要錄下來 有沒有發現這個 也不會太難 都有中文 第二個 你可以選擇 你要錄的是螢幕 還是單純只有攝影機 因為如果說你單純 只是要錄自己的畫面 就是攝影機的畫面也可以 那預設我們大部分都是錄螢幕嘛 但是你不用擔心 如果你兩者 魚與熊掌 想要兼得怎麼辦 錄螢幕的時候 攝影機畫面也可以出來 只是比較小 好只是比較小 這樣OK嗎 那當然你的尺寸啊 這個就是不就自己決定 可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哦 我們剛剛有沒有跟各位介紹 常見的什麼 有沒有看到了 360P 知道了嗎 所以為什麼要先打預防針 先測驗的原因是你要先了解 你才知道說 到底你錄下來什麼 而不是說 啊我每次都 哇 我想錄這裡就錄這裡 哈哈哈 那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YouTube上播放 或者在別人電話播放 為什麼旁邊都是有黑黑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不是標準尺寸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各位用標準尺寸 比如說我想要用1280有沒有720P 就1280 16比9的 它是不是就這麼大 那這個框呢 在我們錄製的過程可以移動 你可以萬一真的不夠 或者說我就把這個視窗 稍微怎麼樣 是不是拉下來 我就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的畫面就沒辦法融入在我們的 錄影的這個程式裡面 這樣了解它概念了 那我現在可以馬上錄看看嗎 可以囉 來我們錄一下 我選好了 我就來錄影 它有個快速鍵有看到嗎 Ctrl加F7 反正這個每次都會出現 所以你不用擔心 倒數囉 這樣就可以來錄影了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魚與熊掌要一起兼得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攝影機 點開你就看哪一台 因為我兩台嘛 因為這一台現在在用 就只好選這一台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嗨 這樣了解 而且你不一定要出現在 我可不可以出現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移動 這樣有簡單吧 免費都可以做到這樣子啊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筆 對嘛 連筆都省下來了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它也可以做簡單的剪接 也可以做簡單的剪接 所以呢 你看 為了讓我頭能夠進來 我就只好蹲低一點 其實為什麼我要兩個攝影機 因為我前面這個是廣角的 現在用這個是比較一般的 所以它能夠拍到畫面是比較小一點 等一下 如果你在看我這個整個完整的錄影 上面那個會比較 你看到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好 如果你講完了 在這邊有沒有一個停止 你可以打個勾 它也有基本的什麼 剪接的功能 這樣就可以來注意了 我剛才講過 如果你予以修斬 因為這一台應該要再用 這一台 這樣有看到吧 那裡面的人亂跳跳嘛 OK 所以如果你確定 沒有問題了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可以存成那麼多 所以你知道 我剛剛簡報裡面 不是簡報 這個 我不是有做這個嗎 它不是會動的嗎 你知道我怎麼弄的嗎 這個啊 請問現在Facebook 支不支援GIF 嘿啊嘿啊 早期GIF是被Fish打趴的啊 但是成也Fish 敗也Fish啊 因為 早期因為Fish起來 所以GIF沒有人用啊 現在Fish倒了 它又起來 因為大家覺得不會動還是不好 所以你也可以存成這一種 當然GIF有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就是只有畫面而已 好 那如果說真的 你想要把它 欸我就是有某些段落 我沒有弄好 我想要再剪接一下 或者甚至你要加上浮水印 它這裡也可以簡單的剪接影片 它也有這個功能 那如果我現在都不做 我就直接保存成這個影片 這樣OK 有沒有發現MP4 我們現在比較常用還是MP4 因為檔案 接近高畫質 但是又怎麼樣 就是檔案又小 好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想要放在哪邊 假設我就放在桌面上 給它一個名字 儲存 這樣它就把你轉出去了 請問這樣檔案會不會很大 剛剛制度 一分鐘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一分鐘的大小 多大 當然這個不一定 跟你錄的畫面大小 還有畫面內容有關係 因為它會做壓縮 好 我現在完成這個關掉 它會回到這邊 你就再去把它關掉就好 這樣OK了 我回到桌面上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 請問這樣多大 這樣有沒有覺得 比你拿DV去跟人家分享好一點 你拿那麼大一個人家 還會問你來幹嘛 來打架的嗎 但是 我也順便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沒有錄很多段影片的 請問 我錄的會很大嗎 這種事情 我應該不會 請你做對不對 來看一下 我們看詳細資料 你看我剛錄最長的 是5分鐘 幾MB 47點多 所以如果我大概10分鐘以內 可能100MB就解決了 這樣還好吧 我的為什麼比較大 你不要忘記 我是錄全螢幕 1920x1080 剛剛是錄比較小 小一個等級 對不對 那 這個部分這樣 有沒有有點感覺了 有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我的題目要下 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剛剛我們沒有假手他人吧 那就換你了 你想要試看看的 你可以來拿這個 不然你只能在螢幕上畫畫圖而已 呵呵 就說了 但是 就說了 這個分別 你要看看